那最後來講一下 這個我們有招募了很多的這個醫護人員 那我們要感謝這些人 人家說台電是什麼 富國神山你知道 我們要感謝這些叫富國天使你知道 因為坦白講也不是每個人都這麼勇敢你知道 我們需要這些人 來幫助我們照顧在集中檢疫所的這些 這些確診者你知道 但是我們也有提供住宿啦 特別是說中南部來的 我們那個警銷醫護加油站就可以給提供住宿之用 我們也提供勞健保 我們也會 感謝中國人壽你知道 也給他做這個團體保險 也給他這個防疫的保險你知道 那當然我們也會提供一些 薪水啦 那我們這一陣子 凡是有募來的 有人捐錢的話你知道 將來都優先會給這一些 不管是開防疫計程車的 還是開救護車的消防隊的 還是我們這些富國天使你知道 我們都會給他最優惠的這種待遇你知道 那另外一個是 因為我們這個集中檢疫所 就所謂的加強版 這個防疫旅館 防疫專責旅館 我們預計要開到2200床 所以我們需要非常多的 旅館專業人員你知道 這一下子這個量實在太多了 所以我們 除了醫護人員以外 我們要大量的 這種旅館的從業人員你知道 因為這個 擴張速度太快 所以還在 還在徵人 所以 如果大家 有興趣 願意幫忙 也請歡迎大家 上網報名 好謝謝大家 昨天台北市政府也啟動了 線上捐款專戶平台 我們要感謝各界的善款 有請黃珊珊副市長 好的我想各位朋友那個昨天我們開始公佈這個專款 主要是因為有太多的 民眾來表示他們想要 捐相關的物資或者是協助我們來做防疫的工作 那這個賬戶一直是台北市政府 原來就有的提難救助的專戶 也就是任何 任何災難的 症災專戶 所以我們目前為止 在我們的專戶裡面 如果打到那個網站上 你去看的話 你會 看到他是我們的一個 症災專戶 但是裡面有個選項 你可以選擇是COVID-19的疫情的 專款專用 那目前為止已經有非常多的企業以及民眾 都有進來 表示意願 然後有一些款項已經匯進來 那我們匯款 的接受的日期是從 5月23號到6月30號 那是疫情的情況在做調整 那最重要的是我們要跟大家報告 這筆善款我們會主要用在 第一線的 防疫 還有醫護人員的補助 以及購買快篩試劑 防疫的住宿旅館 以及 協助弱勢的市民的急難救助 當然還有長照機構的防疫或其他的照顧項目 那目前為止在現在 除了金錢以外我們也有接受物資捐贈 所以可以跟我們台北市政府社會局的人民團體科的科長 陳育鈞 請你打1999 然後轉分機6956 陳科長可以接受相關的物資捐贈 因為現在有非常多的企業他現在都在捐給我們相關的防護衣 防護的物資 還有很多的 採檢艙這樣子的硬體設備 那接下去還有很多的快篩劑我們也都 也開放大家的捐贈 那只要大家有任何需要的話都可以跟我們聯絡 但是我要強調這些都是 希望用在防疫上面不是在對外募款 以上 有民政確診輕症卻被要求待在家裡 但是家庭是三個人同住 無論是一人一戶或是兩人一戶都有困難 類似的案件相當多 台北市政府是否能針對類似的狀況提供協助 目前很多的民眾 他當時去做檢查之後 然後 之後接到通知說他確診 那目前為止的確還有一些人待在家裡 那這些相關目前中央的規定是做到一人一試就可以 所以目前為止應該是還有一些 可以繼續在家裡面處理的 那如果家人擔心的話 台北市政府 就是我們之前的相關的安心住房專案 裡面就是如果 家裡有類似被開居家隔離居家檢疫的這些相關的民眾 他的家人去住正常的旅館 台北市政府也會補助每天500塊的補助 所以 他如果去隔離的 14天 那我們也會補助他7000元 那另外就是如果他真的有這樣的困難 我們這幾天也都在 不斷的開新的專責旅館 那每一天開的房數 我們也會針對這些在家裡 隔離或自己自己 照顧自己有困難的民眾 我們會優先把他轉到 我們的專責防疫旅館 所以還是要請大家跟我們的健康服務中心 反應你的困難在哪裡 那我們會把你的問題 解決然後能夠安排的我們會盡快的安排 接著有媒體問到確診者在家等送醫的還有多少人 中央設置綠色通道的部分 是否可以緩解一部分的醫療壓力 目前為止在台北市 我們每一天都會新增大概100多例 然後我們自己在快篩站 檢查出來的陽性大概有六七十人 那我們每一天開出的 防疫旅館的數量大概是150左右的床位 所以現在每一天 我們都在清出這些在確診在家裡的人 但是還是會有一些 大概 五六十位民眾還是沒有辦法 馬上找到 專責防疫旅館去 那中央所開的綠色通道只是 醫院跟集中檢疫所之間 他們可以後送的機制 並不是中央來新開設 專責防疫旅館 所有的專責防疫旅館還是有地方政府 我們自己在想辦法 當然我們每一天都有 希望中央給我們集中檢疫所的空間 那今天中央也給我們 20個房間 我們也會把一些確診者先往中央的方 那20所的地方先送 那當然每一天我們都還有很大的 壓力但是 就像市長說 這個現在剛剛那個解隔的流程 就是你10天之後沒有狀況的話 其實就可以開始 開始裁檢解隔 所以我們第一批在5月14號 5月14號快篩站快篩的陽性 今天開始陸陸續續可以檢測 如果他的TT值高於30就會陸續解隔 這樣子我們防疫專責旅館的量能就可以空出來 慢慢的就可以把這些確診在家的民眾 移到我們的專責防疫旅館 但是要跟各位報告如果在家裡有狀況有症狀 那請你還是要打電話 或者是有嚴重的話你還是要打119 專責防疫旅館裡面 大部分都是收治輕症 或者無症狀 有症狀有嚴重的話其實也不能夠去專責防疫旅館 接著有媒體問到台北市議員的助理傳出確診 同辦公室也有兩名同仁染疫 市府會對於府會聯絡人進行調查或匡列嗎 預計影響市府多少人 這個案例他自己裡面有一位助理 確診之後他們其他的同仁來做快篩 那目前為止有一位是 已經移到他是陽性已經移到我們的 專責旅館 那目前在等參觀PCR 市議會這邊也在進行相關的調查跟匡列 那我們也會做相關的監控 那府會聯絡人今天早上我們也已經跟議長 做過報告就是接下來 我們會 對於這個接觸者匡列之外我們也會先暫緩 聯絡人到議會研究室這樣的 一個接觸 我們會希望說有任何的資料我們就先在一樓大廳 還有一樓的聯絡室那邊做文件的交換 那有議員有狀有需要的話還是用電話跟LINE先讓我們同仁了解他的需求 那目前為止 府會聯絡人 暫時沒有 相關 我們也安排他們去快篩之後 暫時沒有相關所謂 感染的狀況 所以目前為止我們還在密切監控中 台北市文山區有長輩傳出確診 送到醫院卻沒有床位又送回居住地 甚至大樓居民找里長協助也被拒絕 台北市是不是有了解這樣的情況 另外文山區木星市場有議員指出 每天都有人潮聚集該怎麼管制 有一些昨天的確有一些在 因為剛剛講的 目前醫院的專責病房還沒有完全開出 而且強迫強調一人一事 所以造成醫院量能的確沒有完全開出來 所以今天 解決了以後可能 接下來的醫院比較不會有這個問題 那另外木星市場本身是公有市場 公有市場我們都有做人流管制 這個民眾 爆料的應該是他外面的這些周邊的這些 旁邊的商家以及違規的攤販 那這個部分的人潮我們昨天已經跟分局長已經要求 只要是違規攤販我們就會人家取締 那因為他不是有 他就是一個街道 街道的上面我們只要回到他的 店家裡面我們是沒有 目前為止是暫時沒有 禁止店家銷售相關的零售物品 但是如果有任何人潮聚集的情況 我們分局還是會在現場 做勸導 甚至如果沒有戴口罩 還是會強迫 來戴口罩跟 處罰 那重點在於說我們希望大家 在我們知道現在大家因為 在家裡的時間比較多 那走出來市場可能是他出來透氣 但是我們希望他一次東西買完不要常常出來 那希望市場裡面的 攤商我們這邊也會 做加強的 戴口罩的宣導 請問北捷文湖縣以及內湖花市是否都傳出有人確診 目前了解的狀況和處理的方式為何 台北監獄我們昨天已經說過了都 已經做匡列跟傾銷 那也有新的狀況的話有PCR陽性或者是有確診 還是回到我們原來的SOP 就是針對他所工作的範圍先做匡列 然後傾銷 然後協助同仁去快篩 整個狀況都符合 按照中央的規定來辦理 所以不會因為有人確診就讓任何機關停擺 狂華分局有基層員警表示 突然被要求居家隔離很多因為是北漂所以找不到地方住 台北市政府是否能提供協助 這個是因為有同仁他確診然後他們被列為居家隔離 那我們在上個禮拜 應該是這個禮拜已經 市長已經才是 只要是台北市政府的同仁 因公被匡列然後必須要居家隔離的話 都可以去住我們的防疫旅館 那所有防疫旅館的費用由台北市政府來指引 所以昨天這個萬華分局的遠景 現在都已經安排住到防疫旅館去了 好 以上是今天記者會到這裡結束 再次提醒大家疫情仍然相當嚴峻 請大家待在家非必要不要外出 外出也一定要記得佩戴口罩 有關台北市疫情的最新資訊 都歡迎到台北市政府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專區搜尋 相關的訊息 每天都會有最新的消息更新 謝謝大家 退休離職的護理師們 台北需要你 火口就像到台北歡迎 向心身以英倫 燈手 肺炎